農曆新年章志 香港海关会因应节日假期的跨境人流情况 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加强执法 全力打击跨境走私活动 香港海关会联同食物环境卫生署及鱼龙自然护理署 在各管制站展开联合行动 加强清关检查 以阻折违禁品及受管制物品非法进出香港 因应不少市民会到内地探亲和拔连货 可能会带不少物品进出香港 海关特别提醒市民 输入无卫生证明书的肉类、家禽和蛋类可遭检控 一经定罪 最高可罚款5万元及监禁6个月 此外 无许可证义进出口贫危物种 例如蓝花、橡牙、花旗心和干海马等均属违法 一经定罪 最高可罚款500万元及监禁2年 另外 香港海关亦十分关注 有人会趁这个黄金档期 利用跨境学童进行走私 海关会继续加强对跨境学童 随行保姆及家长的抽查 亦会增加口岸宣传及教育工作 在清关过程中 我们会主动提醒学童时刻妥善保管个人物品 避免被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利用他们走私违禁品及受管制物品 海关亦会联同香港警务署 在陆路边境管制站派发宣传单章 及到学校举办讲座 向学生、家长及保姆解释相关法例 及违法走私的后果 我在这里呼吁家长、家务人及保姆 千万不要抱有僥倖的心态 贪图利益、以身是法 我向大家重申 香港海关对跨境走私活动 绝对是令容忍的 尤其在置役期间 我们会加强部署、严厉执法 好 好 感谢观看